欢迎收看谭古梦经 画中医 古中医对于喉痛的治疗辨证清楚 用药简单而且疗效非常的好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贵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分享古中医如何治疗喉痛的 林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医师我知道您有一个案例 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喉痛 然后这个症状导致一个壮年人 他失去的生命是这样吗 这个也是网络流传 这个症状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我接到这个信息是接了两三遍 不同的人传这个信息 因为他们很震惊 喉痛竟然会死人 而且是一个青众人才三十几岁 他这个人就是发高烧 喉痛发高烧 然后就到去门诊嘛 经过医生处理以后 高烧没有退 他们就想这个可能是流感 所以就给他做流感测试 不是流感是阴性的 但是因为烧没退医生也没让他出业 烧没退 他就给他留着住业 如果怎么处理我们当然不晓得了 但是 既他的报导是说第二天 这个人整个会就花白了 变白色的就走了 所以这个事情好像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很多人就在那里传来传气的 就是说这个 怎么喉咙痛还死人 而且死得了一个青壮年 所以就变得很轰动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来谈一谈 这喉痛为什么有这个情况 是 那喉痛是不是也分了春夏秋冬 不同时节的喉痛也有不同的症状 也有不同的轻重是吗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 炎运动骨中瘾对喉痛的看法 因为他讲五印六气 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一个人 什么时候喉咙痛最严重 冬天 冬天为什么 因为冬天那个能量应该是往地底下藏的 所以冬天上面是冷的 地下应该是 热的就像我们人 一样我们人冬天一定要藏经 冬不藏经 春必并温 像今年 冬天又是 很热 二十几度 二十五六度 你怎么藏 全部都是往外散的 所以天气非常不正常 人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生活起经 冬天要藏经 但是没办法 因为都那么热你怎么藏 但是你要生活起经 你还是要早睡早起 然后你不要去流汗 有很多汗 冬天你汗出不行啊 然后你不要不睡觉 好几天不睡觉 甚至 很多情况 不要太累 不要劳心太过度 你不可以忠义 就是要藏经的意思 这是生活方式 所以生命真的靠养了 像这个年轻人 如果照忠义的说法 他是冬天 冬天他喉咙痛又高烧不退 照忠义的理论是 绍阳担火他不降 不降他就幸运往外花 所以一定是高烧 那不降里面是空的 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 烏梅汤 有提到这个 烏梅的功用是平干 干气让它平顺 让火能降 让该生的能生 所以我就想说 不同的理论观点 都是可以参考的 要是这个厨余的话 我有想到一个穴道 非常有用的 哪一个穴位呢 哨伤穴 哨伤穴在哪里 就是在大拇指 指甲旁边一点缝那里 大拇指旁边这样 甚至于你耳尖都可以放行 让那个 咳嗽也可以放行 不是 他喉咙痛就是要让他高烧先退下来 先退那个高烧 但是你最好是哨伤穴 哨伤穴最直接的 我以前就介绍过哨伤穴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孙子 我很久没见他 我今天打电话去 我女儿就说他住院啦 喉咙痛 而且好像吐还是怎么样 住院了以后吐有减轻 但是喉咙痛一直就没有改善 就一直在住院观察 那时候我在台中我又没办法来这里 我就拜托我 我认识的医生他台北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去 医院啊帮我 孙子啊 就给他扫上去晃晃血吧 他就真的帮我这个忙 就去那边 结果他就去帮他放了血 然后隔了大概 晚上的时候我女儿就说 妈妈 烧退啦 这么快喔 他也不讲说是放血 他也不会感觉 我妈妈也烧退了 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所以哨商界是对喉咙痛是 非常 我们喉咙 喉有跟咽是不同的 喉咙痛是 呼吸都会痛 咽痛是吞东西会痛 那吞东西会痛就是属于脾胃的 咽喉 咽跟喉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案例我心里就想 我们来介绍一下喉咙痛 在中医他是怎么说法 那至于说冬天最严重 那春天 也不轻因为春天那个刚好花牙春生嘛 旺物要生要花牙 能量不够就花不起来 就没有能量啦 他喉咙痛也算是不轻的 夏天就是很轻 为什么 夏天星火旺啊 火刻金啊 所以他的那个 就比较容易喉咙痛 那就不严重了 到了秋天更轻 为什么 因为秋天本身就是精气就旺 他会抑结在那边 就在那里不通 所以那更轻 所以 我们中医认为 喉痛跟 春夏秋冬 症状是不一样的 是 冬天 喉痛最严重 不要小看他 那这个时候 你不过 本身是吸的 没有肠筋本身吸的 那是真的很严重 但是我先处理 一般人都早吸 但你先处理 扫上些晃血啊 或者是乌梅汤喝一喝啊 睡个觉啊 说不定就 那个天就改善了 就退烧啦 再来弄喉咙痛就比较简单啦 是 那今天李医师你要介绍的是 有不同的喉咙痛的方式 像这个是中虚喉痛是 比较虚的吗 中虚是指我们的脾胃吗 这个完全是根据那个 炎蕴动骨中 自己分的 他的讲法 因为一般伯痛没有分得这么细 但是我发现他分得非常有调理 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介绍给观众 他这里所谓中虚就是脾胃嘛 脾胃一吸 那个 土就不能生金 所以这个啦 就要补充 那中虚一定有特征啦 脸色一定是不好的嘛 因为可能脾胃不好 脾胃不好嘛 再来 食欲不振嘛 吃不下嘛 对不对 他早不见得会发热啊 会恶寒都不会见得 但是他会很健待疲劳 中虚嘛 所以这个病状很开 但是他喉咙痛如果有点发热 脸色是淡红色的 反而发高烧的人他脸色不发红 白白的 脏脏的 乌扣那样像黄黄的 好像有东西 黏在脸上那样子 那早是真的内热很高 一般说红红的那个倒是不严重 人家说这本书是教医生的艺书啊 理又可讲 他说用自甘草 自甘草就是甘草蜜过的啦 因为直接甜的就补充啊 甘草又是国老啊 所以他说你只要吃 甘草给它煎一煎 喉痛就减轻了 这是要做中西喉痛自滑 如果你吃了自甘草 煎了一前你就弄了煮一煮开水 喝一喝 没有好再喝一喝 这不行 他说叫你再加鸡梗 为什么 因为加鸡梗 表示你肥气有点伤啊 所以就把它鸡梗干草 这下去一定 很有用 鸡梅师您刚刚介绍了咽喉痛嘛 那咽痛是以校商序来放弃 是很有效 那咽痛呢 咽痛就是说吞下去它就会痛 咽喉喉痛是呼吸都痛 那我有一次我们去大陆的时候 我们一个朋友他就 喉咙痛 他就有背后喉咙痛 那他就说 他吃东西觉得这个很不舒服 脸都红然后就发烧 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入门嘛 我就说那那好了 他说明时念念念你帮我针啊 我去做针 好了那我们放血好了 我就把他们商量 就是在第二个指头 哪里的第二个指头 食指 这个就是大肠筋的 他锐就印在这里面 他是吃东西不舒服 而且还发烧 结果他就说那你帮我弄用 我就说好我就帮他放了血 放了血才 没有多久 他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到我等下吃饭的时候他就 整个脸色都没有 都发烧 都退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确实很珍贵 就把握住 咽痛 是第二个指头 他在指甲旁边这里 喉痛是哨伤血 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算是 急救的穴位放弃 就是划高烧的时候 划高烧的时候 喉咙痛的时候 都可以做到 都可以发挥他的效果 第二种分类他叫做阴熙 人家说阴熙就水不够啊 你参加讲说阴熙火旺 阴就是 水嘛 精益嘛 火 水不够了火就旺了 所以阴熙火旺的时候就补阴啊 但这种不能吃枝甘草 你看他这里有特别写的 他说烟不红而不鲜 红红的 但是不是说仙红 阴熙火旺嘛 水不够嘛 所以他用的很特别的一个 就当归五分 拿来搅一搅 搅一搅啊 你看他这个搅得很 搅一搅 绝食利欲 不论照啊 阴啊 任那个阴啊 滋刃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试 因为这个 当归很便宜嘛 很方便嘛 你就搅一搅 看看有没有改善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猪户汤 猪户汤就是说 猪皮啊 给它熬成 融融的 像胶一样 然后加点白糖 加白糖 吃点 吃点 补中啊 顺便要补 这个都是食疗嘛 然后再来他在讲 湿热的喉头 有湿有热 所以这个会发 这个应该会很不舒服 对 很不舒服 不会像喉嚨好像被人家锁住一样 还会使用我们 蒸透 有的时候是不会这样 因为有湿有热他就 锁在那里 所以他用的是淡花汤 淡花汤 这都很普遍的一个食材 但是这个淡花汤是半夏 半夏加 半夏苦酒汤 这个苦酒是指醋 为什么苦酒是醋啊 醋啊 就是古代的讲的苦酒 苦酒就是指醋 白醋你知道吗 我知道排醋 那他这个淡花很特别 他这个 要把那个蛋黄拿掉 只有用蛋白就对 对 然后呢 那个 蛋白 你还有技术 装在那个蛋壳上面 然后把那个 半夏磨成粉 放在这个 蛋白里面 就在蛋壳里面 再加醋 加到 几分差8分 就在那个 剖上面 烧 或是会两箱下就就好了 然后就喝下去了 就可是我们家家里的淡花汤 就这样喝 这样子这个 食热喉痛就很有效 因为 他哭 醋嘛 用醋 还有用蛋白 还有用半夏 所以是要煮到熟了喔 不要熟就会两箱下 让他你看呢 煮两三会 而且直接在蛋壳上面喔 一旦你处理过了吗 把蛋黄隔离开 剩下蛋白吗 半夏不会磨成粉了吗 粉状丢进去吗 然后再加一点醋啊 到这个好像八分满了 因为你满了就出来了 还是在蛋壳里面喔 这很有技巧 他会 两三下 所以有的人就直接就是 蛋花汤 就是不要蛋黄的蛋花汤 对蛋白 但不要煮太熟 就是蛋白 然后醋啊 加上那个醋啊 再加上那个半夏 粉末啊 然后只要会两箱下 就喝 也有人是这样 这不懂吗 古代这个很麻烦 但是我觉得他用蛋壳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 他的成分嘛 蛋壳里面是也要成分 是 那再来就是一个 外感 感冒啦 感冒 这个不是干喉咙痛喔 就是 他会生痛 腰痛 骨节痛 就是全身酸痛 就像感冒的那种 就对 然后而且要 恶寒 特别怕冷 恶寒以后就发热 他其实恶寒应该就是发烧吧 要发烧 恶寒特别重 这个就用药叫麻性干屎汤 这个成分我们就参考一下 他用的是 麻黄2钱 杏仁3钱 然后自炒1钱 然后生死膏3钱 就煮一煮啊 然后就喝 这个是自感冒的 嗯 兼治喉痛的 是 这个很有用 他等于他的外感的症状比 刚刚湿热还要更严重 看起来是更 外感是没 像湿热他没有什么生痛 对啊 没有冷啊 只是喉咙紧得很 然后还有 神会痛 但是不是很严重 还有胸口会 胸不痛不舒服 这个是算药了 麻性干屎 这是外感的 是 恶寒特别重的 是 另外这种叫做 羊虚喉痛 羊虚 这个就比较严重 这个会死人的 是喔 为什么 羊虚就是他 就是他本体的体质太弱了 羊喔 羊痛不足 那你知道 我们说 哎呀我怎么知道 我是羊虚啊 还是 中虚啊 还是阴虚啊 我怎么见别啦 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给他吃炙甘草 炙甘草 你只要一直给他喝 喝下去很舒服 那当然是中虚活动啦 喔 喝下去很难过 嗯 那是什么 当然是那个 阴虚啊 火旺啊 喔 因为炙甘草他密过 他比较热就对了 他吃下去很难过 那个 就是阴虚了 吃下去根本没有感觉 没感觉 没感觉 你给他脚脂甘草 用脚的都没有感觉 那是吸得太厉害了 他不会痛 刚刚我说 芸汐吃这个脂甘草会更不舒服 对 但是这个啦 吃下去就 好像 没什么感觉 没有什么影响 嗯 这个就很严重喔 这个还用到四蜜汤 这个就是要去医生那边喔 因为这个可不是一般的 阳息太严重 你看他 这个是神剑带皮 非常的 还有可能四肢都是发能的 嗯 可能没有力气 你看他 他这里讲得很清楚喔 你看 他是 花热恶寒 他是不渴 不渴就不是阴虚的 嗯 然后呢 不吃 胃口不好 不想吃 然后胸满气微 你看都气都微了 就这很危险 所以 神就很健待啊 卖这个要医生鉴定 对不对 喉病不是很痛喔 病不是很痛喔 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就赶快补养 用四蜜汤 这个荷膜我们不能随便抓来吃的 嗯 要给医师看过 这个不能随便 确诊才能吃 对 所以我们说 喉咙痛 它分得很详细 但是前面讲的都几乎是 药膳一样喔 是前面比较轻的症状就用药膳来调理 其实我们现在人喉咙痛都喜欢吃那个吹喉散 吹喉散是什么 就是梁药 中药我们卖的啊 就是喷啊 喷喉咙的药啊 喔 有点像四瓜霜那样吗 对对 有点像那种的 那个中西活动跟阳西活动都不要用 是喔 为什么 因为在中西就不能用梁药啊 喔 啊这个阳西更不能用梁药 所以中西活动跟阳西活动绝对不能用吹喉散 反正就是先用枝干草去试就对 你要 那你直接找医生去好了 我们只是平常不是很严重的可以 但是你吹喉散不要 现在人都喜欢吹 西瓜酸啊 喷一喷啊 弄一弄 但是你要知道 中西活动跟阳西活动 这很严重 是 林师我想请问一下 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听到白猴啊 白猴是喉咙痛的一种嘛 因为以前好像 觉得他好像跟那个什么白日咳啊 白猴就经常会致死 非常严重 那也算喉咙痛吗 有一段时期 我们 在大陆的时候 那个白猴曾经很死很多人死 可是炎毅宗古中医他认为说 白猴本来是小壁 白猴是什么 白猴也是咽喉痛 痛到他后来在 喉咙这个地方啊 深处在 有白点出现 就发浓了 有一点白点就是里面有病变的意思 刚开始才一点点 然后就越来越大就把猴烘住了 我就死了 可是这个炎毅宗古中医他讲说白猴本来是小病 为什么后来死的人太多呢 是因为用错药 为什么 他也都用 良药 不能用良的药 因为良药就中就吸了 良就脱了 良脱中西就会死人了 所以他就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 治白猴的药 就是治甘草 五分 甘草 五分 极梗 一切 就三味药 对 就这样子 他说就是千万不要用良药给他弄 是 他里面已经有病变花容 再用良药他就 凝在那边 所以就越花就越多那个来点就 弄出来 是 所以叫做白猴 所以有时候如果辨证论治不清楚反而会要了人命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是 因为还有 烂猴砂他在这个辛红热引起的 辛红热就是 猴头烂掉了 喔 里面发浓了 花容 红种花容 他说你这个时候做喉咙痛没有用 你要做辛红热 辛红热他竟然用什么汤你知道吗 你看 酸豆乙加减 他的方技其实都还蛮简单的 就是真的很实用 是 既然辛红热他用酸豆乙加减 看他的症状 吃了酸豆乙辛红热好啦 浪草就好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喷什么良药 喷下去那更不得了 所以他这里分得非常的清楚 除中西跟阳西活动以外 其他可以用 了解 他还有分到第七种 就普通的 他这个治疗方法更简单 王梦英这个自己发明的 用感染十颗 生萝卜半条 然后搅烂 然后煮一煮喝那个汤 通常有的人常常这个喉咙就不舒服 不舒服喉痛 也不见得多痛 但是就是 怪怪的 每次都是这个地方怪怪怪的 喉咙就不会普通的 也不发寒热也不会发热啊 也不会发冷啊 但是呢他就是不舒服 所以他这本书是对于那个病症 分得很详细 所以讲来讲去养生是靠自己 是 像现在你看 冬天 冬至二十六度 快三十度 现在是春天 冷的这个样子 所以人真的 要自己小心 你不要以为你年轻啊 我就不穿 我就怎么样 我现在还是要靠自己 该穿一屋就穿一屋 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就睡觉 饮食起敬就要正常 这才是养生的第一个大道 是我想今天 林医师也把你平常的那个养生之道 也真的都分享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了 那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一集之后呢 一定对喉痛的分类呢 可能有更细致的了解 那当然了就是喉痛在医师来看是非常专业 他有分得很细我们一般人可能 不用理解那么严重 我们只要记得 我们去用致甘草来试验一下 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 基本上分类一下就好了 然后最后就交给医生了 如果你要喷西瓜酸 就千万要注意 你就要先把致甘草 煎一煎 喝一喝 如果你 你喝下去很舒服 你就好了嘛 你就不用再去 喷那个 西瓜酸了嘛 那你如果 喝下去更痛 你尽量去喷吧 是 所以我们就有点尝试啊 然后去找医生你就 交给医生嘛 但是有时候 因为 中西的 理论方法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嘛 像我说的哨伤界放血 那个是致 喉痛发烧 很有效 这个我临床上用了很多 是 再次谢谢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那我们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